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安全部门交代了自己的间谍活动和中共重大的机密情报 但王立强频繁接受媒体的采访 加之他太年轻 其间谍身份颇受质疑 王立强是真的间谍吗 就是话题 我们连线专访夏宜良教授 夏教授您如何看待王立强的间谍身份 现在的确有太多的说法 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首先我不认为王立强这件事是中共70年来最严重的间谍事件 因为在之前有货真价实的大牌间谍 余强生逃到海外 据说余强生今天还活着 另外这些年来还经常有一些 过去在中国大陆就有少将级的和大校级的间谍 军事间谍 所以王立强这个事情 现在还没有确认他是不是货真价实的中共间谍 即使确认的话 他的身份和地位也不是那么显赫 所以他只能算是一个比较小的 到底是再测的还是不再测的 如果不再测的话可以称为线人 如果再测的话 那级别可能也是比较低 因为他毕竟大学毕业才没几年 另外呢 现在坊间大家对他个人所述 他参与了很多重大的事件 这个完成任务执行任务 甚至他指挥一些执行任务 这个说法呢 就有点夸张或者言过其实 包括台湾的军情局前副局长 红延庆中将 还有那个原来长期从事 这个反间谍工作 或者是派遣间谍方面的一个负责人 副处长 因为萧先生 他们都是从自己的职业经验 以及这个各方面的东西来判断 说这个王立强可能不是间谍 但是他们没有说 如果不是间谍的话 有没有可能是跟间谍配合行动的 执行一些现任任务的这种可能性 他们没有说 那我的态度呢 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事件 还并没有尘埃落定 我们现在还是以观望为家 不能下一个结论 说是还是不是 就连军情局的这些人 他们这个前官员虽然很有经验 他们也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证 说是还是不是 但是在他们看来 他们的意见是 王立强完全不可能是中共的间谍 如果是的话 级别也会很低 也不可能像他所说的这样 很多 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特征不符合 比如说 他怎么可能 在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家属怎么也在海外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 说他的妻子也是情报人员 这种可能性 就是如果两个都是情报人员 同时派出 在一个地方执行任务的可能性也极小 另外涉及到这个香港铜锣湾 这个对李波的绑架事件 那他说他的说法和当事人的说法 还是有些出入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有一点我们感到很高兴的 就是不管这个大家对他这个人怎么看 但是呢他这个提出的 就是他指控的说他的上级是香港一家注册公司 叫做中国创业创新投资公司 这个公司的这个总裁 也是他的那个董事会主席向心和他的妻子叫公亲 这两个人呢就是在前几天 也就是在王立强这种指控之后 在台湾的桃园机场被台湾的国安 以及情报部门进行调查审问 那么这个事情呢到现在还没有有一个定论 现在已经说对他一开始的询问 到变成了这个就等于是 把他作为一个被告来进行调查 那这点情况就很严重 所以无论如何这说明台湾这个国安和军情部门 已经开始对这个王立强所提供的情报 有人说这个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情报 在那之前有些人就已经知道 向心夫妇可能在执行中共的任务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事件的我觉得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 至少台湾方面已经开始行动了 那么澳洲方面其实也是有些其他的行动 包括加强了对中国派遣人员的监控 提高了警惕 我觉得这个实际效果是非常明显 当然不能说完全就是因为王立强这个叛逃事件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叛逃事件 那么美国澳大利亚还有台湾 会不会也有这个警惕或者提高呢 但我想对公众来讲的话 这个是有一种直接关联的 就是无论如何美国澳洲以及台湾 是多多少少也是利用了 王立强叛逃这个事件的新闻效应 现在就是在对待中国的一些 就是一世间谍的行为上面 是有了更加直接的动因 和更加这个积极的这种实施的这样的一个动向 这种趋势 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非常值得肯定 所以不管王立强本人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间谍 但至少他现在说的这个事情已经引起了几个方面的高度关注 并且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一件好的事情 至于当这个一切都调查清楚了 真相揭露出来以后 哪怕他就不是国安的在编人员 就是不是中共的真正的货真价值的特务 但是呢他至少为这个海外反间谍工作 等于是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价值 有用的线索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我就觉得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我们没有兴趣去 我们也不是专业的反情报 或者反间谍机构的这个工作人员 所以他是不是真正的间谍 跟我们来讲没有太大的关系 下来说您刚刚才提到了玉强生 也就是玉成生的哥哥 他是一个叛逃 最后导致金五代 把这个中共的间谍 在美国情报机构的间谍落网 但是我们比较这两个案例 发现金五代这个是没有声张 也没有什么记者采访和这些行为 但是王立强就非常的高调 又是大头照啊 又是采访啊 并且直接了当就把案情整个都披露出来 所以感觉到有点非同寻常 并且这个时间点啊 好像也恰恰是一个中美中澳之间 因为这个贸易战呢 或杨恒军事件等等吧 其实关系也很紧张 台湾来说的又恰恰是 明年就要大雪 所以在这个时机 把他披露出来 您觉得背后是不是 有些动机呢 余强生他这原来是 中共那个高层间谍 而且是负责间谍工作的一个头子 他叛逃 那么他叛逃之后 这个当然是从保命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他没有高调 没有向外界去披露 包括余强生究竟长得什么样 现在我们都没有特别多的照片 可能有一两张照片也是模糊不清的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 就是大家很少人知道 余强生的真实的情况 他是死是活 都没有直接的这种目击者 或者见证者 但是大家都相信他还活着 那就是说他非常的低调 所以我们一般的这个理解 一般的认识 是凡是真正掌握高层机密的人 通常都不会高调的去披露 他如果有需要 他会向专门的部门提供这些信息 但是他不会那么公开的向媒体 来讲述这些机密本身 所以呢 我想一个是余强生 还有一个呢 就是金无怠 金无怠 对这个过去那么多年 他只是向中共秘密提供情报 但是他金无怠不属于叛逃的 这个我们没有可比性 还有一个就是令完成 令完成虽然不是间谍 但是他手中也掌握高层的机密 因为他的哥哥令计划 提供了很多的这些重要的资料给他 如果他要是想公开爆料 一定会吸引媒体的眼球 吸引公众的关注 但是呢 从自己个人保命 以及家人的安全角度来讲的话 他不愿意这个公开的亮相和爆料 比如说令计划还在他们 中共的手中 所以说如果要是讲 这个他的弟弟在海外 报那些真正有杀伤力的 一些高层的机密的话 那么可能对他的哥哥 对他的 对是对他哥哥会产生 极其不利的这个影响和后果 那么从现在来看这个 王立强他这样的爆料 这个有人说他主要 为什么这么高调呢 主要是为了获得政治庇护 但是获得政治庇护 其实不用高调 也可以申请了 所以这点呢 我们就有点费解 而且有的人说 越是没料 越喜欢爆的有影响 还有人说可能就是因为 澳洲在为他申请政治庇护方面呢 步骤不是那么积极 有可能他有点耐不住了 他就要高度的这个高调亮相 然后呢引起公众的关注以后 他可能有利于自己家的这个 辩护这样的一个申请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消息来源 说这个澳洲情报部门 对王立强其实是非常谨慎的 并没有肯定说他就是中共的间谍 只是在利用他 那么台湾也可能在利用他 因为台湾有人说 甚至蔡英文在利用这个事件 因为如果是可以说明 王立强真的是参与了 对台湾选举的干预 包括九合一的选举 以及后来的对 这个据说要花两亿美元 来阻止蔡英文总统当选 那么在韩国瑜竞选的时候 据说给了韩国瑜 两千万人民币 这是一种说法 当然韩国瑜已经这个 接受记者媒体采访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公开的回应 他说如果能够查出来 我拿过中共一块钱 他说不要多 只要有一块钱 那我就会辞去高雄市长的职务 那我现在参加这个总统选举 如果有人能够证明 我拿中共的一块钱的这种资金 来参与竞选的话 那我也就退出竞选候选人 就不再参加竞选 所以他现在高度的这个 就是应该说是高调 回应了这样的一些说法 但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进一步的情况 那到底有没有 中共对台湾这个选情的干预 我们相信是有的 但是不是由王立强来执行的 或者由他来指挥的 据他的说法是 花钱雇了很多的水军 另外呢 在学生组织中 也发展了很多的线人 也还是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就是他所说的这些现象 或者是基本事实 我们认为是存在的 只不过是不是由他一个人来实施 或者来指挥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相信可能不止一个人 而且也不会像他这个级别的人 就是作为主要的执行者 或者指挥者 我们感觉这可能也是太过于夸大了 有可能是有更多的人 参与了这样的一个行动 级别要比他高得多 应该说参与指挥的人 恐怕还远远不止像他这样一个人 王立强事件曝光以后 中国方面的反应应该是很 还是很迅速的 我就看到环球网已经放了一个视频 说了这个王立强就是个诈骗犯 并且有他出庭的这种视频 只是了就是正面的照比较模糊 但是从形体上似乎有点相像 对中共这个视频您的评价是什么 中共在王立强这个高调曝光之后 几乎第一时间就提供了上海市静安区公安局的一些这个说法 就是说王立强这个人是一个诈骗犯 而且不止一次受到这个刑事指控 前一次呢是2016年在福建的光泽县 光泽县的法院就已经判决了他这个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然后呢缓期一年六个月 那么后来呢静安区又认为他诈骗了更多的钱财 也要对他提出这个指控 因为他以前诈骗的好像就是12万元人民币 然后这次呢好像是静安区说呢 他诈骗的金额已经达到了460万元人民币 所以呢还没有来得及对他进行刑事审判 他就已经逃跑了 就是说这是一个说法 但是网上有些人马上就质疑了说 据说王立强这个名字并不是他的真名 那么假如说你这刚刚暴露了一个 这个用假名化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你马上就对应的有了这样的一个人的刑事案底 这到底是巧合呢 还是中共造出来的呢 这就有一种怀疑 所以一直到环球网现在公布了这个录像 这个录像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远处看看不清楚 也没有特别近的特写镜头照片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他本人 就算是他本人的话 那么现在也有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王立强啊 他到底是不是像他所说的 就是原来就是从事国安这个工作的人 那假如说他只是一个外在的挂靠的县人 或者临时被中共所用的 那有没有可能他是犯了罪 所以受了惩罚之后 他被中共某些部门或者是被少数特工人员所应用 这个作为一个执行任务的一个帮忙的棋子 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往往一个人过去有前科有案底 反而更容易被情报部门所掌控 利用他的专长 或者是利用他将功折罪的这样一种心理 来对他进行一些利用 那么这种人一般都是很缺钱的嘛 那既然你从牢里面放出来又很缺钱 然后你还有这些把柄在人家手中抓着 然后利用他一下也不是说不可能 尤其是向心夫妻 他这个按照王立强的说法是 他为他们打工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恰恰是因为 向心夫妻觉得这个小伙子是有可利用之处 才启用了他作为县人 不一定是在策的特工 有可能只是让他为他们服务效劳 包括这个王立强也自己交代 说他本来只是一般的员工 后来呢 因为这个向心夫妻 要他为这个自己的妻子 公亲教授绘画方面的技巧 那他就成为了这个公亲的绘画老师 那么这样的话接触机会就多了 双方可能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个完全是存在这种可能性 而且有一个细节需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当这个向心夫妻 在桃园机场被扣留的时候 然后对他进行审讯 一开始问认不认识王立强这个人 他们完全否认说跟这个人完全没有关系 而且调查房也是把王立强的照片 就是现在在电视上曝光 以及接受采访的那些照片 或者录像都拿给他们夫妻看 他们夫妻完全否认 说不认识这个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人 结果呢 紧接着调查方就拿出了 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的合影 这个时候呢 相亲夫妻就完全没有办法了 他们只好改口 没有办法再否认抵赖了 所以这就是说明了有问题 假如说这个他们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只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 雇佣关系 那为什么不可以 明明接受这个 大家知道这个接受这个采访 调查 接受这个调查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因为是国安系统进行调查 那你应该如实的说 他是我公司的员工 我们跟他的关系 仅限于工作业务往来等等 那都应该交代清楚 那越是他隐晦这些事情 不愿意交代 甚至说完全不认识他 跟他没有任何来往 然后后来又被证明是有来往的 那就说明这里边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 这个不管王立强 他的有没有那个在册的特工身份 但是现在跟相亲夫妻有关系 这件事情已经得到了证明 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仅仅是一般性的 这个上下级的业务关系 雇佣关系 还是有更多的超越 他的这个工作职责范畴的 或者他的工作性质本身 就是很神秘的 有多重性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需要相亲夫妻 要给予一个确定的交代和答复 我相信这个 目前你看这个事件发生了 已经有几天了 相亲夫妻现在基本上是被限制 离境出海 也就是说 虽然他没有被直接抓捕关押 但是呢 就是说他还住在酒店里面 他们夫妻两个住在酒店 而且这点也非常奇怪 因为他们夫妻在台北 还有在其他台湾的其他地方 可能都购置了一些这个房产 购置了不止一处房产 但是呢 他们夫妻基本上是不在这些房产里住 一般他们都是住那些 比较高级的新级酒店 所以这本身也是挺蹊跷 挺奇怪的一件事情 当然有人会说 那这是人家个人的自由 他有可能出租 有可能把它当做一个投资的资产 卖给别人什么的 当然到目前为止 这个产权关系还是属于他们夫妻名下 而且这个有人还怀疑挑战 这个地方检察署 有没有这样一个调查的权利 结果得到的答复是有 因为他们的房产在这个人家管辖范围之内 既然房产在他们管辖范围之内 就可以把他们认为是当地居民 那么对于当地居民进行调查 这个是完全合法合理 有几个46点了 想请您点评一下 27号也就是感恩节的前一天 川普总统签署了香港法案 因为在之前呢 川普说可能会涉及到跟中美之间的贸易协定 所以有很多媒体推测 可能川普总统不会签署 但是呢 他确实签署了 那么您怎么看待呢 我们看以前这个川普总统对香港有关法案呢 包括香港事件这个态度啊 都是有点暧昧的 其实我们作为这个反共的异议人士 对他这种态度是不满意的 他经常好像觉得香港的事情 是中国自己的事物 是香港人自己的事 好像跟这个中美关系 不应该有那么直接的关联 尤其是中美贸易谈判 应该是不涉及这方面 但是后来呢 他又似乎要想对这个事件 施加一定的影响 让他有利于中美贸易协定的签订 但是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 跟中国的贸易谈判 川普越来越感到失望 就是他每次都快要达成贸易协定的时候 中共总是或者呢 就是不签了 或者是习近平不同意 或者就是要提出一些新的条件 所以慢慢的他这个期望值越来越低 大家还记得过去中美谈判 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 就是结构性的改革 结构性的这种 就怎么来进行改动 但是后来呢 中方似乎都是完全拒绝这些方面的 这种改革 所以他的这种筹码就越来越低 只能是购买商品 那么购买商品呢 中国方面一方面说要买 但是到后来又迟迟没有达成买的合同 所以这点也会让他感到很失望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段时间一直在增中国的税 据说现在已经增了300多亿税 具体数字我也不是太清楚 好像是 就是说美国方面并没有吃亏 就是不管怎么样 中共有没有达成这个 就中美之间能不能达成贸易协定 美国方面至少没有吃亏 那么现在呢 川普是在国会这样的一个压力下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根据法规 如果两会 就是国会参众两院都已经通过 那么等待总统签字 那么这个通过之后的10天有效期之内 总统如果没有明确的表示 否定这个法案 拒绝签字 那么他也可以自动生效 就是总统不签字 他也能够生效 所以呢 何必不要送一个 搞一个送水 送水人情送一送礼呢 对吧 所以呢 在感恩节之前 他签了这个 并不是说特别积极的态度 那么川普其实这段时间 应该说他面临了很大的压力 就像我们以前多次指出 一个是有关这个 这个总统 面临的总统大选的压力 还有呢 就是弹劾的压力 尤其是后者 后者这个弹劾的压力 让他已经感觉到 这个有很大的 就是难关 就是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 那现在呢 就是中美贸易这个谈判的前景 也比较暗淡 所以他现在他可能 本来是想跟中共搞好关系 但是现在呢 似乎也很难搞好关系 包括这次他签字之后 还发表的演讲 还提到说这个表明 他对中国 对习近平主席 对香港政府 以及香港人民的这种尊重 他话说的很好 他希望这个香港 能够有比较好的状况 希望中国能够有比较好的状况 他讲的这种良好的意愿 但是他还是签了 签署了这个两个法案 就是一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还有一个是香港保护法 他只要签了这个字 我相信中方就不会 就是那么内心会 把他当做朋友的 因为早就没有把他当朋友了 只不过川普自己 好像一厢情愿的 每次挂在嘴上 说这个中国是他的朋友 习近平是他的朋友 但是现在我觉得 这个所谓的朋友 只是说说而已了 你看中国外交部 对这个问题 是有着强烈的反应 无论是外交部的发言人 还是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 这个官媒所做出的反应 都是非常的有点跳起来的感觉 因为现在的这些惩罚的条例 一旦要真正实施的话 那对中共官员及其 整个中国的官僚阶层 他们的家属子女 如果在美国 无论是获得身份 还是定居 购买资产 留学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的影响和压力 所以我想这点还是起作用 在香港24号举行的区议会选举 这个选举当时其实争议也很大 因为当时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 由于持续近六个月的这种抗争运动 特别是一些勇武派 带有一定的暴力 所以说民心已经颠倒了 实际上大家非常反感这种暴力活动 预计了泛民可能得不到 一种所谓大获全胜 但事实证明了 香港市民似乎并没有与勇武派割席 并且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 您的评价是什么 有的人说这个香港 这个勇武派就是组织了暴徒 去破坏社会秩序 毁坏公共设施 造成很恶劣的影响 包括西方一些国家 也不支持这种做法 但是现实中我们看到 就是有些他们所指责的 那些暴徒的行为 未必是真正的抗争的群众所做的 就是说所谓勇武派 到底是什么人组成的 有一些是那些非常坚定的 抗争的学生和一些市民 这个是有的 但是他们并没有做那些 特别出格的事 所以有一些事情 到底是不是这些勇武派所为 这到今天还是一个谜 因为我们很多看到 很多的这个视频照片 显示出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 他们有意的是制造一些 特别让人无法接受的事件 他们这个包括酒精 往人身上浇来烧一些人 我相信那个事情 不一定是香港的学生 勇武派的学生 或者抗争的市民来做的 可能是另有其他身份不明 甚至是黑社会流氓地痞 中共派的一些恶劲 他们来做的事情 所以呢我认为这个 对勇武派的一些指责 本身就是没有实施依据的 再一个呢到目前为止 这个建制派全面的 这个丧失这种人心 泛民主派获得全面的胜利 从这个虚议会选举的 这个席位获取上来讲 已经看出了这种压倒 压倒多数的这样的一种现象 这就说明勇武派的抗争 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如果没有勇武派的这种坚定 尤其是在后来在中文大学 以及理工大学的校园坚守 没有这样的一些抗争的话 那么仅仅是依靠和平理性 和非暴力这种传统的做法 未必能够有现在 目前的这样一个格局 所以我觉得和平理性 非暴力是一种长期的态势 绝大多数情况下 抗争的民众一开始 都是非常温和的 包括香港过去历年 所进行的游行 七一大游行 国庆的十一大游行等等 这个反映了民意 表达了民意 两三百万人上街 但是最终 还是没有任何的进展 也就是说官方无所谓 他不管你这个民意 甚至他可以伪造民意 他利用自己所掌控的那些媒体 来说游行的人很少 支持港府 支持港警的人数是更多 他们经常是照这样的样 就颠倒黑白 包括这次 对于这个香港 这么明显的选举的结果 中共官方居然采取了鸵鸟政策 新华社居然不提选举的结果 只报道了选举的这个 大概的一个情况 没有报道一个具体的 这个谁胜谁负 票数多少 甚至没有报道出 这个投票现场的 这样的一种 黑白分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都没有说 甚至还有人把那个几年前 就是四年前的那个选举 把那个选举的结果 放在网上去误传误导 以为让有些人以为是 建制派获得了大胜 所以这个做法就可以看出 中共内心非常的虚弱 他也感到这次是一种全面的失败 但是呢 又不肯接受 或者不肯承认这样的失败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称 驻港部队随时听党的召唤 可以随时进行在香港 自暴自乱 所以这个话呢 给人就一种不祥的感觉 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其实这种类似的恐吓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已经反反复复多次 包括习近平在会见 林郑月娥的时候 已经说过类似的话 后来韩正在林郑月娥谈的时候 又强调了这些 所以中共一直没有放弃 镇压香港群众的这样一些想法 所以我估计就是在下一阶段 如果这些勇武派的一些人 还在继续抗争下去的话 那么中共是有可能下毒手的 所以我的意见 就是如果大家问我个人的看法的话 我觉得勇武派现在 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 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是可以暂时不要再用这种 就是自己方面伤害太大 或者是代价太高的 这样的一种手段 来获取一点进展 我觉得这个进展 有的时候在人们的心目中 已经达成了这样的一个格局 在短时间内也很难被改变 所以我想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就是可能要采取一些灵活的 能够变通的方式 来进行下一步的抗争 所以不割席是对的 也就是说下一步 还是要走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 但是仅仅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 肯定是不够的 在必要的时候 还是可以让勇武派占据一席之地 让勇武派带领大家 能够向前推进 我觉得这次区域会选举的胜利 基本上就是说肯定了勇武派抗争的有效性 也就是说大家说 如果没有勇武派的这种坚持和抗争的话 不太容易达到目前这样的一个结果 下个时候 您知道纽约时报曾经披露过 新疆说发现了403页这种内部文件 最近国际社会又得到了一些文记 叫电文 也是有关新疆的 也是大量的中共内部文件就被曝光了 为什么会在短期内会出现这么多内部文件被曝光 或者也出现了像官员王立强这样的事件 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有的说法是中共高层现在出现了激烈的内斗 所以有些资料是他们有意放出来的 这也是有可能的 我相信习近平是不高兴看到自己的一些相关讲话被披露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 也有可能是他们觉得有必要 就是采取更加的按他们的说法就是要敢于亮剑 更加强硬的手段 所以有可能也是他们故意放出来的 所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而且你说这些文件曝光再多 这个还是在短期内没有办法 你说中国老百姓能够有抗争的决心和共同的这种努力来推翻中共吗 就是说包括这些族群 他们是不是会冒死抗争呢 这还是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目前的这个因为中共的维稳这种成本投入 以及这种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来讲的话是空前的 所以很多人看不到希望 观众朋友们 夏宇良教授指出 王立强间谍身份的确扑术迷离 有很多令人质疑的地方 但如果他不是中共的间谍 又如何能够不被澳大利亚情报机构死破 台湾当局又为何迅速的扣留向心夫妇 王立强是中共所称的诈骗犯吗 尽管王立强身份沉迷 但中共的倒行律师已经使越来越多的官员离心离德 叛逃事件只是刚刚开始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夏宇良教授